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你有在minecraft裡面做過生怪塔嗎 你有沒有覺得minecraft出現自然生的生怪塔實在太少了 不夠你做呢 很想要從某些怪物上面獲取一些資源 格外困難 今天秋風介紹這個模組 生怪塔實用設備 能滿足你的所有需求 在介紹生怪塔使用設備這個模組之前呢 大家應該先了解 生怪塔到底具備哪些元素 首先最重要的當然是生怪嘛 通常我們在世界上面可以找到一些生怪箱 絕大部分都是殭屍、骷弓、蜘蛛這一類的啦 那很多生怪箱是沒有自然生成的 那第二個就是要集中怪物 通常我們都會用水流 好像也沒有其他更方便的方法對不對 水流大部分都是用水流集中怪物 再來就是殺敵 你可以自己殺 也可以用岩漿、岩漿塊 來想辦法殺敵 或是用水悶死 或是其實摔死 雜七雜八的方式 這裡 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喔 很多怪物 你不親手打 它東西不會掉 譬如說沉屍 你要自己打 才會掉三叉戟 而且 你不自己打 怪物 還沒有經驗噴給你 所以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接下來就是要 收集生怪塔 唉唷 收集生怪塔 掉出來的東西了 通常我們都是會用一個漏斗 然後加一個箱子 然後這樣收集 以上這些構造 就構成了我們一個完整的生怪塔 好啊 接下來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的模組了 生怪塔使用設備呢 在收集怪物方面 新增了這一個 怪物風扇 怪物風扇就是 怪物在前面的時候 就會被這個風扇 往前吹啦 就是這個意思 有沒有簡單明瞭 它有三種升級 就是寬度升級 高度升級 和距離升級 這個可以升級個三個 三個和十個 那你不知道它到底升什麼級 你也可以按下去 顯示範圍 它就顯示了 我們來實際看一下 還沒有 還沒有放之前是這樣 那我放了一個 寬度升級 有沒有 變寬了有沒有 各長一格 高度升級 各長一格 所以它可以放三格 所以距離還蠻大的 旁邊左右各增一格 還有強度升級 它推的距離就變遠了 對了忘了說 這個 要給它一個 紅石 它才會真的轉 不但可以推怪物 連人也可以推 假設我們放了 十個升級 在裡面 然後上面丟一隻苦力怕 苦力怕 哇 飛好高喔 距離好大好遠 除了這個 怪物風扇之外呢 它還有實體傳送器 可以 苦力怕就可以在裡面一直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喔 依照箭頭這樣子 啾啾啾啾啾啾啾 也可以集中你的 怪物喔 接著我們介紹一下 殺怪裝置喔 殺怪裝置有比較 比較便宜的鐵釘 和比較高級的 怪物搗碎器喔 聽起來就很棒 怪物搗碎器 也要給它一個紅石啊 我們來實際看一下 它殺怪的結果齁 來來來來來 喔喔喔喔 還不錯欸 蠻靜態的欸 碰過去之後 就慢慢的被刺死了 感覺有點像是 那個 岩漿塊 來看一下這個 搗碎機 搗碎機的跳動比較大 畢竟搗碎會 比較不一樣嗎 感覺比較像人在殺的 這個確實也有這種感覺啦 這個鐵釘 其實 它殺的怪 雖然會掉經驗 會掉 感覺好像是玩家殺的 可是 它不會列入玩家擊殺 但這個搗碎器會 而且搗碎器 也有其他的升級齁 有沒有 這裡有六個升級 分別介紹一下 這六個升級好了 六個升級分別是 鋒利加一 可以加放十個齁 怪物搗碎升級 搶奪加一 物品 掉落的物品會增加 火焰附加 譬如說你要烤豬肉 你就可以這個火焰附加下去 它就會出 那個什麼 豬排給你 熟的豬排齁 亡靈殺手 殺那個 什麼骷髏啊 比較快 截之殺手 這是截之克星嗎 這個也不用介紹啦 還有斬手 斬手就是你要殺凋靈 骷髏的時候要比較多的頭 就可以用斬手了 介紹完殺怪之後 來介紹這一個 很強大的裝置 這個叫做吸收漏斗 它就像 呃我們的漏斗一樣 可以吸收掉落物 可是它十分強大 給大家看一下它 吸收的距離 就是 它在只要放下去之後 在這個範圍都能吸收 通常我們不會 呃我們的生怪箱 應該是坐在 就這個應該會放在邊邊的啦 所以你可以 上下位移 譬如說我要 往北位移 就移動了 大家有看到吧 有移動了 往上位移 有沒有 往下位移 它都可以處理 所以這個功能 還蠻強大的 旁邊這個呢 就是它的那個 上下 東西南北六個面 你可以決定 它要輸出什麼 譬如說 我下面想要輸出物品 或是我 北邊想輸出物品 或是我 哪一個 這個面想輸出流體 南面想輸出流體 都可以辦得到齁 調整完 大概就是會 它會像 這樣子 凸出來一格齁 你有調整的 就凸出來 那收集物品的 我們就可以放上箱子嘛 它物品就會放在這邊 譬如說 我把我的控制桿桿丟出去 它就啾 就放到這裡面來了 吸收有沒有 在這個範圍內 就會吸收 然後放到這裡面來 旁邊的這個呢 叫做奇異水槽 前面這個叫做 這裡有寫有沒有 XP水龍頭 就是這個 其實就是吸收你經驗的 譬如說 我們的吸收漏斗 在這個生怪塔裡面有經驗 它吸收之後 就可以利用這一個 傳送到這個奇異水槽裡面 這兩個奇異水槽長得有點像喔 有什麼差別 這個叫做 XP吸收水槽 主要是吸收我們的 XP的 我們的經驗 有沒有 我們只要站在這上面 有沒有 就有經驗流進去 有沒有 站在這上面 就有經驗流進去 那你要讓它變成 一粒一粒的流出來 就把這個打開 它就一粒一粒流出來了喔 有沒有很酷 秋風這邊介紹了 如何集中怪物 如何殺死怪物 如何收集怪物 掉落物 和經驗 那我還沒有講 如果我想殺死苦力怕 如何生出苦力怕 那個Minecraft原生世界 又沒有苦力怕生怪箱 沒錯 沒有齁 這時候 我們就要用到這一個 怪物棉籤 你只要對它 沾一下 沾一下讓我沾一下 它就沾有 它的DNA了 有沒有 然後用一個 那個經驗桶 和一個小麥種子合成 經驗桶怎麼取得 這裡 用水桶撈它 就可以取得囉 然後把這三項 合成 就可以得到這一個 G飼料 GN飼料 是苦力怕的GN飼料 有沒有 它寫 苦力怕的 含有苦力怕成分 然後餵給一隻雞吃 雞就會 膨脹爆炸 然後告訴你 Happy Birthday Stay.com 你就會拿到這一個 有沒有 苦力怕生怪蛋 對著 生怪箱 使用一下 它就會變成 苦力怕生怪箱 有沒有很棒 你就可以 用這種方法 改變任何生怪磚 生你想生的怪物 有沒有 很Easy 秋風在介紹三個方塊 也是這個模組提供的 分別是對 BOSS 這一看就看得出來了 BOSS 淨陰 還可以淨血條 不要看到血條了啦 還可以釋放 有沒有 這個一樣 淨那個 終界龍的聲音 終界龍太吵了 那個凋零也太吵了 有沒有 那個看得到血條 不要 也是淨血條 就這樣 這兩個方塊的作用 那這一個是什麼作用 這個是對那個 安德使用的 終界使者 使用下去之後 安德就沒有辦法 瞬間移動 就是這麼用的 以上呢 就是生怪塔 實用模組的內容了 有沒有覺得 很棒呢 做生怪塔 變得更簡單了 是不是啊 苦力怕 如果你還想要知道 更多模組介紹的 秋風大力推 推什麼 推我的書啊 這本書就叫 秋風大力推 麥塊 必裝模組 精選熱門 一百款 裡面介紹了 一百個 很熱門的模組 這一個 就是其中一個 這個模組有 兩千多萬的 下載次數啊 很誇張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 下次再會 掰掰